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在外俄明州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 切尼的失败这件事情不但引起了共和党的震动 也引起了民主党的震动 切尼在外俄明州的失败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这个传统的政治家族 这么轻易的就被川普背书的政治庶人给击败了 那么这除了说明川普在共和党内 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之外 关键是选民怎么看待这次选举 选民在选举当中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人呢 还是民主党人呢 我们讲到切尼这是惨败啊 他居然在怀俄明州连续三次竞选成功的大背景之下 他这次再次竞选拿到的这个党内的票数 居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不到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 是不是只说明了共和党内的选民对切尼不支持呢 其实并不是 我们知道在怀俄明州初选开始之前 其实切尼以及他的家族就知道 他们在党内初选当中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而民主党也知道 民主党也想帮助切尼在党内初选当中获胜 怎么办呢 只好还是用那招 让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摇身一变 变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 参加共和党党内的初选 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切尼 在这次党内初选当中打败对手 这种手法其实在过去美国很多州的党内初选当中 民主党也使用过 就是把自己的支持者变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 投完票之后再变回来 反正让民主党属役的共和党人物能够出现的话 未来在真正选举当中 民主党人就可以获得政治利益 这次这一招也在怀文明州也用了 但是毫无效果 切尼不但输了还输得很惨 所以切尼这次在怀文明州输掉党内初选 无论是对民主党还对共和党来说 都是一个震动 当然震动的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也不是代表川普的所谓的保守派 这次震动的是共和党内的所谓建制派 今天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还是不是建制派呢 这个话题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有一些听众留言说 这个共和党以川普为代表的这一派 应该把它称之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极端保守派 有位听众觉得不满意 说川普应该不是极端保守派 其实无论你把它称之为什么 它都是共和党内现在最大的一个派别 只不过呢 在这个称呼上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讲法 我们在讲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就沿用这些媒体的讲法 其实我们说的建制派也好 或者是主流派也好 都是代表了某一个党当中的大多数意见 那么现在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客观的说 川普现在已经成了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只不过呢 这个建制派肯定不是温和派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说 现在的建制派不是温和派呢 因为过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温和派是占大多数的 所以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建制派 有时候呢 也把它称之为温和派 但是现在两党都同时发生了一个共同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在两党当中 过去属于少数派的比较激进的这一方 慢慢势力越来越大 那么在共和党内 川普这一派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建制派 就是在党内拥有大多数 那么反观民主党呢 民主党内的极端左派啊 势力也在民主党内不断的壮大 其实在2020年 民主党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了 拜登现在在民主党内举步维艰 其实也跟民主党的极左派势力壮大 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这次怀文明州的选举 让我们看到川普的政治势力 已经在共和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个结果啊 其实除了令到民主党人觉得震惊之外 也吓坏了共和党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呢 就是前副总统彭斯 如何见得彭斯在这次 怀文明州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后被吓坏呢 我觉得彭斯这次啊 可以说对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已经有绝望的感觉了 彭斯17号在新海布什尔州 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啊 就公开表示说 共和党人向来遵守法纪 与联邦州政府和地方的执法人员呢 总是站在同一阵线上 不能因为这次联邦调查局 突袭了海湖山庄 那么所以共和党人 现在就高调批评联邦调查局 他说联邦调查局 现在政治化的现象 确实令人不安 司法部长嘉兰 既然批准了这次搜查行动 就应该向美国的公众解释一下原因 突袭海湖山庄事件发生之后啊 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很多美国的政治人物 包括美国的选民 都要求司法部要公开搜查令 以及这个宣示书 搜查令跟宣示书呢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搜查令呢 是由法官签发的 可以突袭海湖山庄的一个准许 而这个宣示书呢 就更加关键 什么叫宣示书呢 就是联邦调查局向法官申请 要突袭海湖山庄 他必须讲清楚原因 虽然现在很多左派媒体报道说 突袭海湖山庄的原因 是因为川普身边 有联邦调查局的卧底 这些左派媒体 希望公众相信两点 第一点川普是有罪的 那么何以间的川普有罪呢 川普身边有联邦调查局的卧底 经过这个卧底提供的 准确的详细的资料 所以联邦调查局 才突袭海湖山庄 所以这个突袭 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再有一点呢 这些左派媒体 希望公众相信 川普身边有联邦调查局的卧底 并且这些左派媒体 还对这些卧底的名单 来了一个列表 比如说川普的夫人梅莱尼亚 比如说川普的女儿伊万卡 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等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连川普身边的人都出卖川普了 川普已经众叛亲离了 你作为美国选民 你还要支持川普吗 这就是左派媒体想告诉我们的信息 我个人认为 川普身边可能有联邦调查局的卧底 但是绝不是他的家里人 如果联邦调查局 在川普身边的卧底 是他的家里人 正如左派媒体列这个名单的话 那么联邦调查局 在搜查川普的海湖山庄的时候 还要把什么都带走吗 甚至把川普的护照 包括一本过期的护照也带走 联邦调查局 现在已经退回了川普的护照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在搜查海湖山庄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能把他们看到的一切 有文字的纸张的东西 全部带走 希望在这些资料当中 发现川普犯罪的罪证 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他们把什么都带走了 包括川普的护照也带走了 后来发现不对 才赶快退回了这个护照 而现在美国的国会的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议员 包括美国公众 希望公开的是联邦调查局的 所谓的宣誓书 这个宣誓书呢 意思就是他们向法官申请 这个搜查令的时候 他必须列明 我为什么要搜查海湖山庄 我依据什么来搜查海湖山庄 那么这里边很可能 比如说有一个内容显示 海湖山庄之内有人举报 说川普在某个地方 放了某些罪证 或者说搜查海湖山庄 就是为了找到某一份文件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料 那么法官才会根据这些资料 来判断要不要发这个搜查令 当然把这个资料给法官 法官如何相信这个资料是真实的呢 所以申请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就应该向法官宣示 所以这个资料一般被称为宣誓书 如果这个宣誓书公布的话 那么为什么要搜查海湖山庄 这个原因就更加清晰了 昨天我们讲过民主党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以及共和党的副主席 现在都要求法官要公开这个所谓宣誓书 据说法官现在准备举行听证会 来决定要不要公开这个宣誓书 而司法部部长佳兰是反对公开这个宣誓书的 公众对联邦调查局突袭海湖山庄 有这么多的疑虑和愤怒 但是彭斯现在却公开呼吁共和党人 不要攻击联邦调查局 彭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表面上看彭斯似乎感觉到联邦调查局这个机构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了 他不但能够影响美国的大选 他甚至可以把一个当选的美国总统拉下来 大家还记得过去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 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麦坎比 这两个人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动员川普身边的这些内阁成员 要利用宪法第25修正案 要把川普赶下来 怎么赶呢 就是让某人身上带有一个录音器 那么见到川普的时候呢 故意刺激川普说一些过分的话 利用这些过分的话来证明川普得不配位 甚至证明川普的这个精神状态根本有问题 从而呢 利用宪法第25修正案把它赶下来 联邦调查局有如此的能力 似乎令到彭斯觉得 在看到切尼败选 在看到跟川普为敌在共和党内没有好下场之后 彭斯似乎想向联邦调查局喊话 我跟川普不是一路的 未来你们有可能 扶我在共和党内能够战胜川普吗 彭斯的绝望啊 除了他看到切尼得罪川普 令到共和党的选民对切尼如此唾弃之外 彭斯更加绝望的是 在共和党内的各次民调当中啊 他的支持度最多1% 通常只有1%以下 那么以这样的民调 彭斯如何在2024在共和党内能够击败川普呢 所以彭斯现在似乎唯一的寄望就是联邦调查局真是能把川普给办了 把川普送进监狱里边 彭斯或许会有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彭斯向联邦调查局喊话的原因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前副总统彭斯公开喊话 说共和党人不应该再谴责联邦调查局 他的共和党人都是守法的 并且跟执法人员站在一起 彭斯在联邦调查局突袭海湖山庄 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之后 站出来为联邦调查局讲话 似乎彭斯觉得 未来如果他在共和党内享有政治前途的话 一定要把川普打败 除掉川普 彭斯才会有希望 因为切尼这次败选事件 告诉彭斯 像他这样在共和党内的温和派 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 已经得不到支持了 确实彭斯过去在民调当中 在党内民调当中 一直处在一个低的可怜的数据 彭斯除了向联邦调查局喊话之外 彭斯还公开说 他说如果现在众议院 关于冲击国会山庄事件调查委员会 想邀请他去作证的话 他会考虑对方的要求 我们知道贵维前副总统 在这种听证会上作证 应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 彭斯过去一向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 而这个国会山庄调查委员会 也从来没有想过让彭斯去配合调查 只不过传照了彭斯当年 当副总统州的穆良长肖特 而这个肖特在这个听证会当中 也没有提供一些有效资料 现在彭斯居然自己表态说 愿意到国会去作证 那么国会山庄事件调查委员会 有什么态度呢 到目前为止 这个委员会还没有回应彭斯这个申请 彭斯主动想到国会山庄冲击事件 调查委员会去作证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给川普 带来更大的这个负面的声音 但是彭斯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吗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国会山庄事件 调查委员会 你看他从头到尾到现在 他的调查的目的是要证明 川普策划跟指挥了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而他整个听证会当中 任何一个证人都没有讲到这个内容 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最搞笑的故事 白宫的一个比较基层的助理 说川普在当天怎么抢方向盘 打特攻 这种行为不要说没有 哪怕是有的话 他跟川普指挥策划了冲击国会山庄事件 有任何联系吗 而彭斯到国会山庄 他只能说什么呢 他只能说对 川普让我在1月6号拒绝承认 这个大选的结果 这都是公众已经知道的事情 还需要你作证吗 而你这个作证 能给川普安上什么样的罪名呢 这些民主党人在国会的调查 就希望证明川普策划指挥了这件事情 而不是川普曾经真是想推翻这个总统大选 川普到现在还想推翻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 你能说川普这个想法有罪吗 只不过川普用什么方法来推翻这个大选的结果 这才是合法与否的一个判别的标准 彭斯现在居然主动跳起来愿意作证 我想只能说明彭斯对他在共和党内的政治前途 已经产生了绝望 所以打倒川普他才能够起始回生 因此他才不惜主动的申请到国会去作证 那么接下来国会山庄 这个冲击事件调查委员会 愿不愿意让彭斯作证呢 我觉得彭斯即使到国会去作证 也不会对这个调查的结果有任何帮助 其实关于这个调查 不要说彭斯 连民主党调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也绝望了 现在切尼还在党内选举当中落败了 那么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 这个调查委员会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对未来选举的绝望啊 何止是民主党人 连左派媒体也绝望了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 拜登签署了那个所谓的2022降低通膨法案 纽约时报在报道拜登的签署法案的这个新闻当中啊 纽约时报可以说是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怎么矛盾呢 纽约时报说 拜登在16号签署了这个可以轻死留名的大规模降低通膨法案 我觉得拜登签订了这个法案真是可以轻死留名 只不过呢 不知道是留了臭名还是留了美名 但是纽约时报在这个讲完这个拜登可以轻死留名之后啊 纽约时报又十分叹息的说啊 他说尽管在这个签字仪式上 没有人提到前总统川普这个名字 不过呢 川普的阴影啊 在拜登上任之后一直挥之不去 他说拜登在过去一年半以来啊 始终未能够引导全国的舆论方面能够胜过川普 导致呢 拜登的执政的业绩呢 很难被公众所关注 我想问纽约时报 你觉得拜登执政一年半以来有业绩吗 除了签署这些重大开支法案 令到美国人花钱越来越多 令到通货膨胀不断上升之外 拜登有什么业绩可言呢 我们就拿这个2022降低通膨法案 拜登说这个法案签署了之后 美国就可以降低通膨 并且呢 还可以为美国降低这个药物的价格 我看了所有的媒体报道 这个降低通膨法案 我是没办法看到 因为即使我看到了 我也没办法能够从中找到相关的内容 这种法案呢 往往会有几百页上千页 你要是把它通读完之后 而从中找到你要想看的内容的话 我想比登天还难 所以呢 我从目前媒体报道当中 我实在没有看到这个法案在降低药物价格方面 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但是有关应对气候变迁呢 措施却十分的明确 昨天我们说了 这个法案规定了 只有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 才能享受这个税务的抵免 那么换句话来说 未来在美国电动车的市场上 有70%的车 是不能够享受这个税务抵免的 那么这能够给未来的通货膨胀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试想一下本来我在这个美国的汽车零售商那里买一台电动车 我可以拿到7500美元的退税 但是现在因为我这个电动车不是美国生产的 是在欧洲生产的 或者是在亚洲生产的 那么我这个税务减免就没有了 那是不是等于我跟过去相比 我多花了7500块钱 才能买到一个电动车呢 那么如果我多花了钱 这对降低通货膨胀会有帮助吗 那么再有就是 如果70%的汽车都不能够享受这个免税的话 剩下在美国市场上 只有30%的在北美组装的汽车 才能获得这个免税的待遇 那这部分汽车在美国的汽车市场上 是不是就会出现供不应求呢 你觉得汽车零售商或者汽车的制造厂 他们在看到购物供不应求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会减价吗 如果不减价反而加价的话 你觉得通货膨胀能够下降吗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所谓的执政业绩 不会被公众关注到 因为拜登先生根本就没有业绩 讲到这个话题 有些听众朋友在留言当中说 支持我的观点 不过总是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拜登的好话 首先第一点 大家告诉我 拜登上台之后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赞颂他的 再有呢 其实拜登 我记得好像他在执政过程当中 我还是讲过他一些好话的 因为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 我讲过一句话说 这是我真心实意的给拜登一个赞 好像后来还有位听众 觉得我给这个赞他不满意 因为他对拜登非常的不满 反正呢 我的观点是生活在美国 你不需要对哪一个政治人物 不需要对哪一个政党 有什么从一而终的忠诚 这个政党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 他的政策符合我的利益 我就给他一个赞 如果他的政策 不但给我带来了损害 甚至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损害 我当然在节目当中就要批评他 所以拜登过去做的太多的事情 是对我以及对美国社会有害的 那么我当然就要批评他 但是如果听众朋友 你们觉得拜登有些事情 做的比较好 符合你们的利益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当中提醒我一下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拜登的某一些政策 到底有没有给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裔 带来好处呢 或者说给美国社会 给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带来好处呢 这次拜登签署了 这个所谓降低通膨法案 我们光是在这个有关应对气候变迁 这个话题上 我们基本上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未来这个法案真是实施的话 那么在美国的电动车市场销售上 不可能降低通货膨胀 某一些汽车品牌的价格的提升 还会给美国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2022、2024的选举 都会影响到民主党在选民当中的观感 彭斯现在公开向联邦调查局喊话 联邦调查局真是能在共和党内救彭斯 让彭斯成为共和党的领袖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